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30年代土匪首领胡栓子将窃取的西下亡灵宝藏埋在了西北 一座神秘的古城,若干年后古城变成了今天的沙马镇 而村长老唐则想利用当年,土匪藏宝的传说再次开发旅游项目 老唐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 前期投入的失败让他在群众心中渐渐失去了信任 老乡好春娘认为他不切实际 连县长也劝说他好好种植西红柿 各方的反对让他的旅游开发计划举步维艰 以周定邦为首的国际大道闻风而来 假借投资的名义进入沙马镇寻找宝藏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表面上答应与老唐合作一同开发旅游项目 暗地里却在秘密实施着夺宝计划 老唐认为发展的机会终于到来 立即发动居民们一边建设旅游度假村一边进行挖宝工作 他积极配合着国际大道们的考察工作 却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周定邦利用的一颗棋子 正当双方为了宝藏忙碌奔波之时 机智勇敢的春娘偶然间发现了周定邦的阴谋 石破骗局的老唐最终带领着乡亲们 与国际大道展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夺宝大战 并意外地收获了胜利的果实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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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